好大的水潭 这就是海吗 没听见没听见没听见 懒得理你 冰莎 你做什么 生火啊 不知怎么了 今天特别累 早点歇息吧 天僧 这样能生火吗 啰嗦 不然怎么办啊 大伙是被我弄丢了 应该也不会很难吧 没听说那些大侠 在野外还有生不起火的 凌莎你搞错了 什么搞错了 你在这里等一下 木暴 我给你 我今天最喜欢 凌莎 来这边 这里这里 这是 想睡觉的话 一定不要在上风处 不然野兽的鼻子那么灵 等你一觉醒来 说不定已经在它肚子里了 太靠近水边的木头也不好 不容易点着 就算点起来 烟都熏得够呛了 好了 你看 这些都是你爹教的吗 爹教过一些吧 还有我自己发现的 好厉害 难怪你能做山顶野人这么多年 不 我这绝对是夸你 会吗 这些都很平常啊 嘿嘿 没什么没什么 嘿嘿 听到没 好怪的声音 像很大只的虫子 不是虫子 那是我肚子叫 我饿了 不早说 那我们吃干粮吧 干粮 是什么 可恶 刚才还觉得她懂很多东西 很了不起 结果 该懂的还是不懂的 很了不起 这些都会吃了 这些都会吃了 那个粽子还难吃 又干又硬 吃得好耶 出门在外 能填饱肚子就行了 哪儿还那么不填 我还没饱 还说呢 要不是你爹 把太平村的人都得罪了 你又这么活饱 我们哪儿会沦落至起啊 是山下的人太古怪 一下要那个什么钱 一下又乱说话 杀不杀鸟 自己都没想清楚 爹肯定也是受不了他们 才住到山里去的 笨笨笨 人家凭什么白给你东西 吃的用的都要拿钱去换 这回算是运气好 万一在城里遇上官差 把你抓到衙门关起来 看你怎么办 官柴是啥 衙门又是什么东西 你还真是什么都不懂啊 如果有人不守法令 就会被抓去关起来 严重一点 说不定还要被杀头 负责抓人的就是官差 官人的地方就是衙门 至于法令嘛 是皇帝定的 他说什么大家都得听 那个官柴又不一定打得赢我 遇上他我也不怕 我不是说过嘛 别总比谁的拳头硬 要跟官府对上 就凭你一个人 有几条命都不够 一个人 不是还有你吗 加一起两条命 你 你少乱说 我又和你没什么关系 干嘛帮你啊 云莎 你怎么脸红了 多话 是火光 还不是我脸红 总之 如果有人告诉你 那东西是拿来卖的 你想要 就得拿钱去换 没钱 分我要好了 太多我可不帮你说啊 哦 灵莎 你对我真好 你除了爹以外 你是对我最好的人 胡说什么 你这辈子才认识几个人 又哪里知道 谁是真正对你好 我当然知道 爹说过 对你好的人 不一定看得出来 要用心去体会 这和学剑术是一个道理 不能只看外表 你爹虽然过世得早 可教了你很多东西 不像我 连话都没和爹说上几句 天天在一起 怎么可能不说话 就算爹娘在世的时候 我们也不住一起 只有伯父对我好 瞧你那副呆呆的样子 天底下什么事都有 只是你没见过罢了 不说了 今天不知为什么 就是绝对比平时累 拿点睡吧 这就睡了吗 对啊 养足精神 明天一早赶去附近的寿阳城 不管要办什么事 都还是大城里方便些 可是我还没怎么吃饱 没吃饱就带吃啊 这种事还要问我 但是干粮没了 你烦不烦哪 我要睡觉 安静点好吗 哦 能能 你说什么 干粮没了 你 简直就是饭桶 饭桶猪 三天的干粮被你一个就吃完了 还没吃饱 也不是一点没饱 就是怕夜里会饿 干粮我都没吃几口 全被你吃光 要喊饿也该我先喊 真是懒得理你了 我要睡觉 没想 睡不着 干脆去树林里猎熊 好兄长 你要去哪儿啊 你要去哪儿啊 我 我去猎熊 那个干粮吃得不过也 又饿了 荒郊野外 又是大半夜的 太危险了吧 不会不会 熊就是夜里才出来比较多 你在这儿等我 可是 这又不是青鸾峰 你对父亲不熟 你别去了 我 什么 我 我懂了 别说女孩子胆子都很小 你一个人待在这儿 会害怕吧 放心 我不去了 股族饿 最多在想别的办法 我先保护好你 你懂什么懂 自作空的傻瓜 我 我自己 还没有那么娇气呢 娇气 不懂 哪没跟你解释 老是稳东东西的 我 唉算了 不说这个了 嘿嘿 你看 粽子 好 下一跳吧 姑娘我顺手牵羊 不不不 是神机妙算 早就准备好了 那个贪主好讨厌 明明说了要给钱 他还纠缠不休 百明欺负人 可是 你拿了粽子 我没见你给他钱 都说顺手拿的了 还给什么钱 哎 对了 先说好啊 你可不能学我 这次是那些村民错在先 他们不仁 我们也就不易 哦 蛮公平的嘛 先不仁 后不易 我知道了 但是这个粽子不好吃 里面还好 外面的壳嚼不烂 原来 怎么会有人 连粽叶也吃下去 来来来 你过来 看我大发善心 帮你把粽叶包了 你再尝尝 这样 你这样 嗯 好 大功告成 好香啊 不错 和烤的肉不太一样 鸡食百味香 有三只粽子也是好的 啊 你 你又全部吃完了 是 是吗 实在很好吃 我一不小心就 哈哈哈哈 傻笑什么 想蒙混过去 我可是一口还没吃 肚子咕咕叫呢 啊 没 没有了 啊 这样吧 人杀 别气 我让好处的自己送上门来 你 你那沐鱼脑袋 除了气我 还能想出什么妙计 看我的 哎哟 哎哟 痛 三更半夜的 杀猪啊 不是 刚才我学母山猪叫 公山猪听到这个声音 就会被引过来 春天这招特别管用 就不知道夏天灵不灵了 什么 母 公 引过来 春天 你 好粗粗 我 你听 有动静了 来了来了 烤山猪 这 真的吗 是妖怪 啊 怎么会这样 春天夏天真的不一样啊 早说你笨了 再这样下去 谁倒被你害死 可恶 从山上一路下来 我受了多少气 你可不可以别再气我了 话是这么说没错 但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哦 这两只挺厉害的嘛 差一点就打不过了 哎 灵莎 你受伤了 这么多血 有没有伤到骨头 好晕 嗯 别大呼小叫 扶我到火队边上 糟了 天河 你快跑吧 往东边跑 快啊 我不走 你没有护人 我不可以对你不义 你 你 你这笨蛋的学得快 真要你我两条命搁这儿呢 我 快跑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何况师叔他本次下山 也是有正事要办 你这样一味跟着 又算什么 我不管 我就喜欢跟着他 你陪我去城中 现在就去 师叔说过 要去城中 查看那里的先天八卦 这语无乱象 我们去了就能遇到他 好好好 都依你 先找个地方歇脚 待御剑术恢复之后 观山万里 也不过顺息而至 你说话要算数 这小师妹 真是 抱歉 惊扰二位 哪 哪里 是我们该道谢才对 要不是刚才那位剑 剑仙前辈出手相助 我们怕是已经进了 妖怪的肚子 师叔的年纪 其实与你们相仿 我还须长他几岁 不过剑术进境 确实望尘莫及的 师叔最是极恶如仇 适才想必也是举手之劳 二位不必放在心上 他那一招 用几把剑同时砍中妖怪 真是厉害 紫营师叔以真以气成剑致尽 剑体收发 有形而无志 取取几只小妖 自然应付自如 如今 这附近妖气已除 二位安心即可 还没请教尊姓大名 在下怀朔 相逢自是有缘 二位气质不凡 不知不觉 与你们多说了几句 我也该去追我那小师妹了 告辞 害我紧张得要命 真不敢相信 我刚才是在和剑仙说话 剑仙 你也看清楚了吧 尤其是那个诗书 不但一下就打倒难缠的妖怪 还治好了我的腿伤 休闲的时日肯定不短 你想想 他们说要去陈州 不如我们也赶去那里蹦蹦运气 那个槐朔看起来很好讲话 要是肯收你我入剑仙门下 就再好不过了 喂 你有没有在听我说话 倒是回一句了 灵莎 为什么只有一开始那个人是用飞的 其他两个都是用走的 还有 要怎么样才能站在剑上飞 那个就是我和你提过的玉剑术 修仙之人几乎都会 真的吗 那我也要修仙 学会玉剑术之后 如果想去山里打猎吃烤肉 搜的一下就到了 多快 而且还可以像老鹰一样 从空中往下看 这样就很容易发现山珠了 哈哈哈哈哈哈 三具不离山珠 这真是 试诛成性 这么好玩的事 他以前怎么都不告诉我 大傻瓜一刻嘛 爹 不对呀 灵莎 那几个人衣服上的花纹 我觉得很眼熟 别说笑了 你又没什么见识 虽说那个图案是挺特别的 诶 等等 快把那块补玉拿出来 墓室里的那个 怎么了 笨 看上面的图案 一模一样 真的 这 是不是说明 他们认识我爹和我娘 也不一定吧 要是你爹娘 在山上隐居好多年 以年纪来算 不太可能是相识的 不过 说不定他们和这个修仙门派 有什么关系呢 看来我估计的没错 这野人的爹 应该是贱人的 真是太好了 门派 啥东西 受不了你 是门派 简单说 就是很多人聚在一起练功 那他们都算这一派的人 你爹也许就是哦 好 我们马上去那个门派 问清楚 唉 你刚才果然没听我讲话 都已经说了 要去陈州找槐术 运气好点 说不定就败入他们的门派修仙 这下可好了 还能顺便查你爹娘的事 时间嘛 我知道寿阳城有条近路可以去陈州 只好拼一拼了 凌莎 你好像什么都懂 真厉害 山里你是山带我 下山后 还是多听我的胃行 什么声音 没 没有啊 你听错了吧 明明是肚子叫的声音 我肚子没叫 那 干粮粽子都被吃光了 我肚子饿也不行吗 差点忘了 你等一下 我马上把这两只死妖怪烤了 保证香喷喷 你你你你到底有没有常识啊 妖怪怎么能吃 怎么不能吃 和山猪一样 有皮有肉 没差多少 差很多好不好 你这山里野人你 算了 我睡了 可是饿着肚子很难受吧 要我吃那些东西 我宁可饿死算了 我看着你 你看着胃皮 你还吃饿了 不时 要吃饿了 你别吃饿了 你会吃饿了 你会吃饿了 你也会吃饿了 这才是一饿了 你会吃饿了 从他来 看着你 哪里 他而且有没有 我谁 说 我赶快 你以后 你会给我的 你看着我 是 就算报了仇 已经死的人 也不会再活过来了吧 当然哪 又不是僵尸 所以才说 人命宝贵 何必多拖累一个人呢 话是这么说没错 但是就像你 我做不到就是做不到 你 简直太傻了 世上怎么会有 你这样的傻瓜 人事 你睡了吗 天亮了吗 奇怪 又累又饿 以前不会这样的 我是不是生病了 什么味道 烟 我说 大清早的 你在干嘛 爹说过 早晚三炷香 我可不能忘了 老爹看我这么听他的话 说不定 就晚几天来找我算账了 你瞧他昨晚就没来 是啊 他老人家大概有别的事在忙 他老人家大概有别的事在忙 灵莎 我有好东西给你 你看 你看 黑黑的 这不是蜻蜓吗 原来这个东西叫蜻蜓 蜻蜓 我以前都不知道名字 烤过以后 味得还不错 你尝尝 不要 不要不要不要 拿开 怎么了 你还问 看起来好恶心 怎么能吃啊 烤熟了 怎么不能吃 跟你这野人说不清 反正 一般人不可能吃那种东西的 明明你自己说过的 出门在外 能填饱肚子就行了 别挑三拣四 你不吃 我自己吃喽 不能浪费 少废话 被你气得气饱了 快点收拾东西 我们去收阳城 立刻 马上 你等一等 我不能把我爹丢在 不 是不能把爹的牌位 丢在这里啊 谁管你啊 我